您好 欢迎收看11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县南徐政卫关心地震过后重建情形 特别邀请到县府代理秘书长饶中 玉里镇代理镇长江东成 还有副理相公所同仁一起召开了 918地震公共设施抢修工程进度会议 分别就各项灾纯统计还有施工情形来进行汇报 县南徐政卫此方关心地方在后的重建情况 邀请县府代理秘书长 柔中建设处长邓紫瑜 冬发处长陈淑文 交易处代理处长翁书明 地震处长吴泰坤 新闻处长吴困如等人 与卓续相长吕碧贤 玉里镇代理镇长江东成 副理相公所同仁一统召开 0918地震公共设施抢修工程进度会议 分别就各项灾号损失统计以及施工情况进行进度会报 期待许众也感谢各几处同仁客不万难 三年多来的宝贵经验让各局处在紧急救难与重大事故发生的时候 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启动疫情中心 开始横向迅速连结 合作无间的串联让0918救灾与抢通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我们的救难团队医疗团队 警察团队 我想因为 107年0206的经验 让整个花莲县政府的各局处 在紧急救难以及发生重大事故的时候 可以第一时间启动 应变 应变 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 开设应变中心 开始横向迅速的连结 迅速的连结 我想刚才从 陈家富 或是陈又罗 其实都以及我们消防的这个我们的特殊队 都曾经历练过0206的现场 所以那个经验 的宝贵 让花莲县政府不断的在这个机制 横向的SOP 不断的去连结 这也要靠 我们曾经参与过的 所有的 县府的家人 能够 不断的演练 不断的经验的分享 才能够 没有节点 才能够 很好的 顺利的 不断的传承下去 会议中报告各计划执行情况 县府与三个乡镇市公所进行横向沟通 相互交流意见直接反映给地方的声音 提出地方需求 现在学生会关心地方经费建设及重建的情况 指示各级处全力协助乡镇市公所 并且紧定各项工程进度 以利在后求见进行 接着讲 欢迎收视频道